你好 欢迎收看4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太鲁格公园管理处 在春节期间办理邮园专车 让台八线进行交通管制 一般车辆都不能够进出 不过却影响到当地居民 不仅影响观光客不能够来消费 同时居民也都不能够进出 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为此欢迎县议会组成专案会议 邀及相关单位以及民众 希望能够创造双向沟通的机会 取得共识 每年春节期间 泰管处就会规划邮园专车 让大家做专车来游玩 台八线上也禁止其他赦量进出 不过影响到住在西宝地区的农民和住户 影响到地方的观光客运和进出的权益 为了解决常年的问题 欢迎县议会并且召开专案会议 早期的李正文并且邀及的泰管处 欢迎县政府公会处 欢迎县警察局以及当地的村民 共同讨论避免措施 这个泰鲁阁道天祥台八线 油盐专车车辆管制 最后的结论是 第一请我们泰管处 针对明年度的这个 油盐专车这种的一个方式 是否可以依据所谓的智慧停车的概念 先建立了解我们泰管处的停车格 到底有多少个停车格 作为总量管制的依据 在我们天祥的入口跟泰鲁阁的入口处 做这样的一个建制 我相信这样子对于我们交通流量的管制 有这个不错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就是针对在地居民的行车的路权的部分 希望不予给管制 就是能够自由进出 因为我们的居民 如果有紧急事情的时候 能够不受到这样管制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而阻碍了他自己紧急事件的处理 第三个就是因为泰管处的政策 不随县府和县议会能够监督管理的 责成我们的这个立委助攻 能够协助我们这个部分去做监督 跟请泰管处改善 最重要的是针对这个智慧停车系统 建立的提报计划 也请我们的立委能够支持 召集人李正文最后也做出最后的结论 也请泰鲁格国家公民管理处 提供相关交通计划的时候 适时的邀请当地居民以及民意代表 让民意表达具体 以创造双向沟通的机会 取得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共识 明年度开始 春节期间泰鲁格国家公民管理处 解除交通管制 建议从今年度联系大学开始 适度的调整放宽通行车辆的管制方式 以符合民众的使用道路的需求 在立居民自由进出台八线路段 以维护当居居民们日常生活的权益 同时也会建议立委政天才 在一算提报立法院的时候 得以协助神圣评估 居中协调 提取当地居民的心声 以维护台八线拥入人的权利 记得交易华师傅大夫 未经议的方法院 感谢观看